有到年终,又是一个督察季,所有的诊所要想平安度过此季,就必须治法东法,不能心里糊涂地北法。 目前,国家在逐渐讲大对社会办医的扶持力度,想开办医疗机构,尤其是开办诊所的人大有人在。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,守江山难,对于创办诊所的人来说,并不是你审批下来就万事大吉了。 重要的是懂得经营,尤其是别触犯相关的法律、法规,让你的辛苦创业复制东流。 01诊所要知道的雷区一,所有存卫生室、诊所、市区卫生服务站、使用抗疫症药物、开展静脉输注入活动的都需要上级许可。 否则就是为本7月1日,深圳龙港区卫生监督部门,对辖区878间收抗中心门者部和诊所进行斗查。 目前,发现存在输液行为的包间,寒医间门者部和期间诊所,只以立案查处。 一系医内科诊所对极星知气管炎的患者,进行阻氧扶杀精静脉注射, 卫生部门对该诊所未经许可开展静药物静脉输注入活动的违法行为,进行立案查处。 话重点,那么是不是只有神知卫健部门才要求诊所,必须经过许可,才可以开展静药物静脉输注入活动呢? 其实不是,其,我国实施了抗军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,卫生部令第84号,该办法第54条规定, 为今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核准,村卫生室、诊所、社区卫生服务站,擅自使用抗军药物,开展静脉输注入活动的, 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县期改正。 其余警告,逾期不改的,可根据情节轻注除1万元以下罚款。 这段话简单点说,就是后所有村委城市、诊所、社区卫生服务站, 三次使用抗军药物,开展静脉输注入活动的都需要上级许可。 如果没有走这个程序的诊所,那么你开展抗军药物书业,就是违法行为。 如果卫生部门查到了你,那是一查一个准,毫无回旋于地。 但这个雷区,很多诊所人都不知道,所以这里大家要谨记了。 任何一家诊所未经许可不可开展抗军药物书业,千万别人信我。 02诊所要知道的雷区儿,抗军药物不能随便开。 职称不一样,拥有的处方权就不一样以上说的是诊所。 卫生室在使用抗军药物开展静脉输注入活动的风险。 那么为了安全起见,不输注入活动的, 是不是就不需要注意那么多事项了? 其实不然,今年很多诊所都因为开药被罚。 主要原因是不懂抗军药物的临床应用,实行分级管理, 以为自己能开任何级别的抗军药物。 其实抗军药物是分为三级的, 非限制使用级,限制使用级与特殊使用级。 03诊所要知道的雷区三,超范围诊疗食物的。 今日,上海市卫计委发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, 第二季度被吊销医疗提供许可证相关信息。 其中大部分吊销原因都是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。 这一点就不多说了,并不是说你有设备, 懂相关技术就可以开展相关服务。 你一定要有开展这项服务的相关资质。 总之,开展治疗服务前, 务必看看自己的职业证书登记的科目是啥。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要求, 第25条医疗机构职业, 必须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医疗技术规范。 第27条医疗机构, 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。 第47条违法版条例第27条规定, 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。 由线级以上, 人民政府、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, 责令去改正, 并可以根据刑结除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。 刑结严重大, 调消期, 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。 以上四个就是诊所在开展医疗服务过程中, 你信的雷区, 每个诊所老板都应该知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